凤山可以更好 国民党备战2024总统立委选举 南营高雄市现任凤山区市议员李亚敬 投入第七区凤山立委初选 身为凤山在地女儿 李亚敬直言 她出身平凡家庭 虽然没有正二代的背景及资源 但轻奏地方一步一脚印 反而让她成为最了解凤山 最懂地方需求的议员 远高雄县凤山算是类似高雄县的 类似首都的概念 凤山除了眷村文化 宗教文化 美食文化以外 还少了什么 就是产业 李亚敬在议员任内 除了整顿凤山西 并推动全台第一个眷村 黄埔新村的保存活化 以及大东站联合开发案等建设 更大力促成健康医疗产业园区开发 以点亮凤山为目标 让不少市民朋友很有感 凤山有凤山工业区 可是我们那边的腹地太小 凤农市场旁边 刚好有一个90几公顷的农业用地 这一块能不能有机会 把它变成是一个医疗医财产业园区 第一个医疗医财产业园区 医疗这个区块其实是比较低污染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创造了在地的就业机会以外 还有一个是它可以让薪资高端化 李亚靖在高雄市议会积极质询 追踪各项建设的进度 他坦言把每一天都当成选举日来冲 总政前是高雄市七层公务员 没有丰厚的资源 财力背景但也没有正二代的包袱 一直保持初心 深刻体会市民对民意代表的期待 让我有动力起心动念 想要更上一层楼 为的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继续拼我们高雄 拼我们凤山在地的这些 不管是产业文化经济教育 我们想要更好的环境 而不是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这次投入国民党立委初选 李亚靖强调在地生根13年 想把服务从地方升格到中央 希望懂在地需求的人能进入国会 让凤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雄首善区 以上是品观点南部中心的专题报道 这次投入国民党立委